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主耶稣的日子 让大家休息的 那我们全家都在一起 坐礼拜 坐完了以后出去 开车到这儿 或者到另外一个餐厅 让大家吃东西 一边吃 一边聊天 后头喝喝咖啡 慢慢聊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就看到了 我自己的那个小外孙 他吃完了东西 他就好好的整理东西 把那个桌子上的那个吃的那个饼的穴呀 或者什么的 就把它弄好 然后放在纸上 弄好了以后 丢在垃圾桶里头 不错 他可以不管 我们就这么走了 然后服务生来再整理 但是我就看到他愿意这样子 而且整理完了以后 他还很开心 好像理所当然的 那我就想到 今天我们生存的环境里头 有的时候 往往就是我们自己造成了很多的污染 或者是人家造成的污染 但是呢 不在意 反正有没有人管这事情嘛 管它呢 就这么想过去了 所以因此我借着这个 我要提醒大家那些 我们不只是对自己要负责任 我们对生存的环境要负责任 从家开始 一直到后面 每一件事情如果你都尽责的话 我相信产生的是一种快乐 是一种 哎 这是我该做的 我把它做完了 有一点满足 有一些份快乐 而这种快乐是一个实在的一种快乐 亲爱的朋友 有的是我们自己不惊心 哎 看看那东西就算了 就过去了 特别是容易在洗手间里 哎 有些东西止血或者怎么样 不方便用手拿脚把它踢到边上 或者是怎么样的 把它丢在垃圾桶 再重新洗洗手 我觉得 你像啊 我们去的有一些国家 非常的清洁 不只是大都是 连乡村 通通都是一样的清洁 什么原因 就是大家都在维护 维护好了以后 你很自然的就产生一种很愉快的感觉 你觉得的 上帝赐福你 over速度还记一直都 Elaine 20头00 ski めて不行 是大人最 либо闪意的 可以遭之場 以前 不如海派涕 我体会上人 через家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